我们增长肌肉的速度是有极限的,而且在增肌期间,我们很多的行为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增加,或者降低我们的肌肉增长速度,一消一长,就让我们增肌速度下降了很多。 平时最容易让我们增肌缓慢的事情是就是疲劳,很多人在健完身或者工作完之后,都喜欢去酒吧或者劳烈打游戏,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得到放松,这些行为对增肌都是很有态的。 当你神经高度兴奋的时候,你的肌肉的恢复速度会很低,你的身体释放激素,让肌肉重建增长的速度也会下降很多。 当你晚上熬夜黄昏的时候,你的身体是透支的,会产生很大压力,你的身体为了适应这种压力,就会释放一种肩皮制纯的物质,这种物质能让你在各种情况下能感受到刺激并做出反应。 但是,如果你长期疲劳,让你的这种物质在身体里含量长期过高,就会导致你会有极度疲劳的感觉,各种感官灵灵消减,以致你的肌肉生长。 其次,很多人都犯过的错误,就是没有良好的去念计划,很多人进健身房,都是随性锻炼,看到什么就练两下,这对于完全没有锻炼经验的人来说没什么问题。 但是,对于想要长期训练的人来说,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,还有一些人,有粗略的训练计划,但是却很容易迷失在负重里,大重量的深蹲,大重量的卧推,甚至大重量的弯曲,都是很容易让人迷失的。 我们的筋肌训练,最重要的是找得锻炼时泵感,让肌肉在训练中得到充分的刺激,达到让肌肉里的糖原储备上升,同时让肌鲜微含量上升。 所以,对动作数量,组数和每组个数,甚至休息时间都有要求。 但是,有些人在练的时候,一做起大重量的深蹲,我推,就喜欢不断的增加重量。 一组做不完十个甚至八个,还要增加重量,并且还按照原来的训练计划,安排很多动作和组数。 这样的训练,既不能让你专注提升力量,也不能让你专注增加肌肉体积,只会摧毁你的训练节奏,让你的训练大打折口。 在做超大重量的动作时,动作不标准是很常见的,很多人为了能加很大的重量,做动作都只做半成的。 一半的过推,一半的深蹲,但是这些动作是很大杂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的,没有办法达到你应该受到了的刺激程度。 甚至还有人,直接抛弃了正确的动作,借助身体的力量来完成动作,最常见的就是不要去持身体晃动。 这些不正确的训练方案,都会极大的妨碍你的训练成果,让你的肌肉难以达到充分的刺激,增激速度大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